鸡蛋 脉搏太弱了 真的是很难摸 它是若隐若现的那种脉搏 它的脉搏微弱到就是 我都不知道是我自己指尖的跳动 还是它的跳动 不是不好意思 我自己穿次两三次丢脸 倒是觉得挺对不起它的 虽然它现在不知道 这样扎它两三次 我都觉得挺惭愧的 现在这个就够了 哎对不起你了 失潮 失潮的检查结果再说一遍 来 告诉你 12点0毫无二美生 12点0毫无二美生 12点毫无二美生 在病房里有一位病人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2月14日 在我的鼓励下 她从病床上爬起来 去见了同在医院的妻子 现在她已经出院了 住好睡好休息好 找个康复找出院 好 听你的 听着这儿都不一样 来是你给你照顾 嗯 融了这一点 然后把它融干净 不然的话 这些病人的胃管可能就 就就就就 就会容易补掉 一般我们护士工作 都是在4小时左右 而我照顾重症患者 会上6小时 甚至有时 为了上CRT 工作时长 会延长到8个小时 现在下班第一件事情 先不管儿子去同 现在来个冰可乐再说 半生之后发现 她这个压框还挺厉害的 所以我们现在给她 要做一个舒服的一个 图像图 手不能换抓的啊 新店图没了 8个月下了 今天工作时间已经长了 明天再工作这么久的话 可能我们身体会吃不下 所以明天是另外两位 一分希望吧 你今天下班 你8点 8点 她下机还得加半个小时 袜子都快湿光了 没有一块地方是干的了 小孩 走 下班了 小孩们在干嘛呀 看通话片 到宾馆没有 下班了 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时间 会跟家里打个电话 问问孩子们的情况 在这里还是比较想家的 视频里的我还是有点好看的嘛 你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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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下班 再回来了 你说呢 本来想着8点回来的话 还可以跟他们视频一下 看看儿子 嗯 那你先起来再看 嗯 那你先起来再看 过去的40多天里 我经历了很多 有不舍 有思念 有疲惫 有爱情 还有深思离别 此刻 我不再是个普通的护士 我是一个战士 战斗在我的站位 经历的风雨也大 雨后的彩虹就会越绚丽 期待疫情早日结束 彩虹下的武汉 再次热闹起来 看视频 上澎湃